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過去一段時間 法國都較少就香港問題單獨作出表態 但來到近兩天 忽然間就有所變咒 而且法國還主動連環出擊 首先 法國情報部門提交了一份報告給總統府 揭發了中國政府在疫情爆發的初期 就想借口罩走去籠落法國地方官員 此外法國外長勒德里昂 昨天在出席參議院的聽證會時 就主動提到 說不會對香港問題就手旁觀 會在適當時採取反制措施 在講下去之前就做少少的宣傳 實情有些人一早就察覺得到 並且有留言問到我 當時你的節目的開場白 為甚麼是轉了 其實是沒有轉 只不過就把幾句說話 縮略到只剩下頭一句說話 就並不代表大家可以不用再訂閱我這個節目 只不過我就覺得 都已經 這句開場白叫了一整年 是時候有少少改變 如果大家是喜歡我這個節目的話 希望你也可以 按訂閱那個按鈕 並且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一旦我們有新片的時候 你就會第一時間 可以看到 如果大家是想收看我們的 會員限定節目的話 就可以在YouTube加入成為 我們的頻道收費會員 或者在Patreon 加入成為會員 就可以看到 好了跟著就說回法國的情況 法國三大情報部門 分別就是對外安全總局 對內安全總局 和國土情報中央局 在星期一的時候 聯合交了一份報告 給鄉麗社工 這份報告究竟是說甚麼呢 他們列出了一些證據 說明了中國駐法國使館 以及他們的參事 領事 在疫情期間 接收到指示 要在口罩和防疫物資的捐贈上面 多些幫助法國盟友 照計有甚麼幫盟友 沒甚麼所謂 因為中國方面 經常都強調一件事 叫做滴水之恩 就湧泉以報 他現在湧泉報回給你 好了 當地的媒體世界報就說到了 說在豐城初期的時候 巴黎市政府 在沒有提出任何要求協助的情況下 突然間收到25萬個口罩 市政府後來就說 他們從來都沒有跟中國駐法使館聯繫 那些物資 是由當地的中國協會捐贈出來 但是中方就要求他們 在報導中國消息的時候 就要正面一點 世界報就說 很多知情人士都跟他們說 說中國大使館在巴黎十三區 是非常積極的 十三區其實就是當地華人的聚居地 大使館不單是透過關係 簡化貨物的運送 甚至建立起一個患者的追蹤網絡 十三區的前副市長 華裔的國會議員陳文鴻 就在現任的議會當中 是做中法友好小組主席 據指他曾經協助過促進 中國的醫療物資和口罩進口法國 他就沒有對這件事作出任何回應 根據情報部門的報告顯示 除了巴黎以外 藍石 斯特拉斯堡 和貝桑松等城市 亦都是從各地的中國協會手中 收到過萬隻的口罩 而這些協會的捐贈 亦都是受到了中國大使館的指示 其實這份報告的內容 就真的沒有什麼突破性的進展 因為中國推動口罩外交 就是人所共知 而且 中國靠當地的大使館 推動相關的物資捐贈 都很平常 是不是 實情那份報告裡 就應該去調查一下 究竟有沒有法國的地方官員 在接收了中國物資之後 真的妥協了 因為你法國的情報部門 其實就已經是掌握得到 究竟哪些地方官員是曾經收過這些來自中國的醫療物資 你便持續監察一下 到底這一班地方官員 在他們往後的取態 或者是往後的意見當中 有沒有一些內容是偏頗中國的 你應該這樣做才是 除此之外 既然中國那麼喜歡捐贈物資 你亦都老實不客氣 反正有班人都是照收不悟的 你就應該去抽查一下 究竟他所捐贈的物資 是否合乎醫療規格 更好 否則捐贈給你 原來是不合規格的 只會害了國民 你查一查他 不是先有些地方官員收 以後以為撿到保 又被他籠落了 誰知道收了的東西是留東西 只是找自己品 所以這件事 都是當地應該做的 接著就說一下 外交部長 勒德里昂 他在昨天出席參議院聽證會之上強調 說港區國安法和基本法規定的一國兩制 是有所矛盾和衝突的 他就說 將會在適當的時候 公佈法國政府打算採取的反擊措施 他還補充 說法國都希望 歐盟的其他成員國 能夠協調一致的行動 話就說在前頭 我認為大家不需要對法國 說會採取什麼措施 有一個過高的期望 因為始終來講 中國 都是法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貿易夥伴 法國能夠操作的空間 都相當有限 可能他推出的什麼措施 都是象徵意義 高於一切 比如說 法國和香港其實都有簽定所謂引渡協議 但未生效的 簽了 可能他又會暫停 可能那些措施是僅此而矣 就不會有什麼進一步的措施 但是來講 這個象徵意義就很重要 起碼表態 而且他不但自己表態 他還向其他歐盟成員國施壓 這個就是 比起以往來講 法國就香港的議題相對沉默 就已經是有所改變 而且不但只是香港議題 就連這個5G網絡建設的議題 法國都變得是積極起來 在前日他們就已經宣佈了 凡是未曾選定這個5G網絡設備製造商的電訊商 就勸他們 不要採用華為 至於選好了又怎樣 法國政府就設了一道交換條件給華為 那些電訊商要採用華為的5G網絡設備 但是同時之間 亦都會合法一張 三年至八年的授權許可 即是說到期的時候 他就可以脫身了 當然法國當局就著這個決定 就是有所辯解 他們就說 不是特別是要攻擊華為 亦都不是牽涉到什麼歧視 諸如此類 純粹就是風險管理 即是要分散風險 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隻籃子 他們就說 並沒有一個企圖要責爛哪一家企業 或者是哪一個國家 當然這些就是很門面的說法 大家看到 法國這樣連環出擊 先就是情報部門在說 中國捐口罩 或者是籠落那些地方官員 接著又就著香港的議題 積極起來發聲 第三樣東西 就是關於華為的5G問題 他們又似乎 又有了一個解決方案 大家就會看到 法國似乎在取態上 就想和中國保持一定的距離 而且 就慢慢靠攏美國多一些 同時反映得出 歐盟根本就不是鐵板一塊 而德國 也沒有一個那麼把炮的本事 是可以壟斷得到 所有歐盟成員國的意見 不要說法國 就連意大利他們都開始在考慮 究竟還要不要繼續使用華為的5G網絡設備 或者不要再說其他國家 只是說回德國內部 德國內部的執政黨的內閣裏頭 都有不同的意見 德國的內政部長 他自己也提出了一個 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其實這個就等同於向 默克爾打臉 默克爾擺明就是親中 但是自己的幕僚 他似乎對於中國的態度不太友善 提出了這些論調 所以 莫說歐盟其他國家的意見 就連德國內部都開始有不同的聲音傳出來了 而在上個月 大家都應該有印象 歐洲議會通過了一個 關於聲援香港的法案 旅程大了就提到 比如說要向香港人提供一個人道支援 等等 好了這個法案當然在歐盟的執行層面上 就未曾做得到 但是多少也是反映得到歐洲的民意 因為那班全部都是民意代表來的 歐洲議員選出來的 那時候默克爾他就很想推動歐中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但是其他的國家到底是否和默克爾站在同一陣線 那看來就真的有些國家開始是轉向當中 那法國的轉向 我就傾向相信 是和執政的共和前進黨在這個地方選舉大敗 是有莫大關係的 因為在六月份舉行的這個地方選舉當中 執政黨就是輸了一波一路 連續失去了幾個重要城市的執政權 而左翼的社會黨和綠黨就是大勝 那當然這次選舉的投票率就只有三成多左右 那個投票人數就少很多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但是 其實都是向著周政黨敲響了警號 而在近期 這個法國總統馬克龍 才是 就是 重組了內閣 好了 當然這個外長 勒德里昂就是原任那個人 但是 現在 一重組了內閣之後 忽然間就有那麼多的舉動出來 你說完全無關 都沒有人相信 所以我認為跟選舉失利是有關係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